我跟你講用過的都覺得是大 我真的沒有量過 你應該量嗎 什麼東西啊 沒有 我想說你想知道 我就是量給你 他有時候在洗澡的過程中 然後全裸衝出來 欸 到底我們可以拜給什麼 真的 拍到一半有反笑場 突然看到那個 攝影師是全裸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傳播帝 很多人以為我是專職的Youtuber 其實我還是一個網路廣告短片的導演 還有節目製作人 甚至我現在註點幫大家算塔羅 那今天的來賓跟我一樣非常的斜槓 歡迎劉道學還有他創作夥伴馬沛醫師 嗨 大家好 我是道學 嗨 大家好 我是馬沛醫師 哈囉 欸 道學你本身是從舞者開始你的演藝生涯嗎 就是幫各大明星辦舞 然後跳街舞 那時候跳HIP HOP 然後Breaking 跟Popping 後來就被抓去當外景主持 就是那時候剛好有一個經紀人向重 想說我的形象蠻適合去主持那個旅遊外景 所以後來就開始主持旅遊外景 然後出道這樣 那又去拍戲 對 就是先 主持外景 然後後來又拍廣告 後來就轉戰那個電影 那怎麼會突然要跨界拍行程 這半年多想說紀錄自己 其實也是送自己的一個禮物 應該都沒有人送禮物給你 哈哈哈哈 不是 不過說到這 這個寫真其實跟哥也有淵源 怎麼說 因為我今年遇到你的時候 那時候拍那個廣告 其實在當下的時候 這個寫真就在創作的過程當中 只是我沒有跟你講 真的嗎 那時候就已經發想要做這件事情了 那時候已經在進行中了 只是那時候沒有告訴你是 因為當時我就已經在創作 因為從今年的大概二三月開始 然後其實弄了大概有半年多了 等於是疫情的一開始你就在籌劃這件事情 對的 去了二十幾個秘境 我們到了很多的秘境 無時無刻都在全裸 但聽說在企劃的初期其實一直碰壁 但是一直遇到馬克醫師才有進展 你怎麼一回事啊 就是一直在找 看有沒有出這個秘境的 因為其實秘境蠻麻煩的 因為你要上三下 然後是有一天跟他聊天的過程中 他就說一直以來都有在學習攝影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試看看完成這個作品這樣 你是醫師但怎麼會對攝影這麼有興趣 跟醫生本身也可以有 我知道就好 好好聊就好 我再重新問一次喔 本身是醫師但為什麼會這麼喜歡攝影呢 因為我本來就很愛看一些好看的電影 例如我們王教會的電影 拍照片會比較接近王教會那種意境感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 劉長全這一個專輯的話 的前景也是會比較走意境方面的 你自己本身IG也是蠻精彩的啊 其實你是一直在露 就是訂閱你的觀眾應該也是蠻開心的啊 所以對於露這東西我覺得 難題是一個藝術的一個表象 其實一開始我是緊張的嘛 然後他是就是會以身自我者就全裸給我 我先脫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找他拍攝的話他可以 就對了 對他可以以身自我者這樣 我一開始在那個秘境我是害怕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這就是一個文藝復興 要展現一個美感 從愛脫懷的歌詞 都蔡依林對不對 Wake up 我本來就是真的不是因為這個寫成 就已經開始喜歡文藝復興那種 難題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沒有很難會四個字而已 可是那些難題的自己都很小 對 是吧 是刻意做小的吧 因為我們到博物館去 等一下 等一下 叫什麼是真的啊 我就有跟他講過 文藝復興的機器就是要小的 是吧是吧他們都沒有強調大機器真的是 他非常強調大機器 你大機器是你本人的長處 對 我就說沒有你竟然是冷水潑到最好 他變最小就最好看 那你真的要一直highlight文藝復興 不然大家會誤會他就是機器太少 那好我們既然聊到尺寸的問題 那就是誰比較大 我看他我就覺得我的蠻大的 我就覺得 沒有 你之前說喔我看他我覺得我的蠻大的 沒有可是我看他我也覺得我的蠻大的 可是我覺得我看他的時候就完全覺得 就是文藝復興那樣的雕像的小 對剛剛好 你是文藝復興的機器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我跟你講用過的都覺得是大的 真的 他們可能自己偏緊 好啦其實是蠻大的 真的啦 好啦那你bug個數字可以嗎 可以難一點方便bug個數字嗎 只是我比較大而已 那好我先聽你幾公分 15.5 我真的沒有量過欸還是我 大於15小於15 現在量嗎 不要 可以啊我真的沒有量過欸 什麼東西啊 現在怎麼量啊 我沒有尺 這也不能量 對現在也不能量 你看他 你的尺度突然讓我們兩個都震驚了 不能量嗎 沒有想說你想知道我就量給你 這個鏡頭說 就是 成堂正公 根本想知道尺寸 所以我就想說現場量給他 我們下節目再量 哈哈哈哈 好這不能播這不能播 大家期待我們去量這部分 好聊這麼多我們要來看寫真了啦 我終於可以把我的筆電放下來了 後面覺得怎麼樣 我就是後面非常性感 我樓上就貼這一張 遊行的時候遇到他送我的啊 沒有不相信哥哥 真的啦 大家看一下這個腹肌 那我們現在來看寫真囉 我覺得有興趣的我就會翻開來 我其實蠻喜歡這種 感覺的 就有點陰暗的陰遇的感覺 壞壞的 但是剛起床的吸血鬼是不是 穿一些內褲 這樣看起來是蠻大包的 很像開始要做一些什麼樣的 虔誠的服務 敬拜啊 對對對 欸你這姿勢也太難了吧 腳還要這樣交叉 不是正常人會做的啊 就是雕像會做的事情 就是要這樣子呢 他前面想說 你是要逼死人是不是 而且你在寫真裡面看起來 有一種不明的可愛感 因為他本身就是比較可愛的啊 就器械投降的感覺 你為什麼用這麼大的一根木棒 來擋住自己 他覺得就很像是 原來是這個意境 原來是這個意境 好 用時鐘進製的感覺 對 我是在想說有必要動用到這麼大的木棒嗎 我是不是很難相處 沒有啦 他經常找很久 他找超大 我想說有需要這麼大嗎 是不是我們有同樣的困惑 這個是在金瓜石九份一代拍的吧 三層的感覺 嗯 其實你蠻講究照片的意境 就不是 因為有的寫真的風格就是 錄球就是人看得很清楚等等 對 但是你就是走感覺掛的 對 因為我都會挑 燈光最微弱的時候 要不然就是 半晚 要不然就是早上 最早上 就一些不好拍的時候啊 對 然後這張也很有感覺 對 怎麼了 有一種朦朧的美 然後後面的綠色 是我要請教的一種顏色 所以那個是自然的 接燈的光 對對對 所以這張本來就是有 有見到你的完整的根部是不是 對 然後其實這一個過程就是要信任攝影師 就是想說 哇哦 不是 哇哦 就是用一些這裡抓 這個應該就是有權限的啊 我就大感覺就是有蠻大一坨的 說真的就是 攝影師在跟模特兒之間 是不是會保持一種類似 類似戀愛的感覺 你要很喜歡他 你才有辦法去 把他的每一面都刻畫出來 對 因為我對他而言就是 像哥哥的地獄 他對我好人 完全對我原來的感覺 完全就是 你都沒有覺得他有一絲可愛的地方說 啊 這太好看了我要記錄 抱歉這樣的情形 我完全是以一個 創作一個雕像的方式 來做一個事情 他有時候在洗澡的過程中 嗯 一半他突然就說 然後全手衝出來 欸到時候我們可以拍一個什麼 真的 真的就是這樣 靈感突然間來 趕快進去裡面 拍到一半我突然笑場 為什麼 因為我拍到一半很忘我 都突然看到那個攝影師是全弱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畫面好像 很荒謬 對很荒謬 然後我就大笑 後來他就是兄弟之間 坦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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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 然後他笑聲因為就是 這個很荒謬 所以真的很荒謬 因為我覺得還好 因為他別的工作看不到 工作人員也是全弱 你知道嗎 等一下我們會全弱來看 還好 OK 可以啊 你們兩個脫啊 OK 沒有跟我們一起啊 我不行 你都很去過那個爸了 為什麼不行 爸不用被大家看 這個有幾萬人在看 你不要鬧 我還要存活啊 好我們 我其實蠻喜歡這一張的 這張 裡面沒有添加物吧 沒有 很天然 對沒有 他沒有一張衣服是 沒有一張照片是穿衣服 對 你懂的 沒有一張 我很少看到有寫真就是 因為通常都會有穿 然後慢慢的卸下 然後再換場景 不付 他每一張 都是脫衣服的 就是 所以你真的可以說就是 全裸寫真 我就是 我真的是 不用自裝備 從拍攝到現在真的是 從到我都是 在各個秘境都在全裸 他在各個秘境跟各個飯店不穿衣服 最好的衣服就是他的身材 那是盔甲 不是衣服 其實真的很佩服醫師 這些 很巧妙的遮都很好看耶 是不是 因為有的人遮就會覺得很慫 你知道嗎 因為這是大概就是景點的一些公共設施 你要遮的這麼有美感很難耶 你懂 你懂 他真的是好導演 他是好導演 我真的懂 我懂構築好悶 他是厲害的導演 他沒有看過我的作品 你就先誇獎我 你真的很愛在他這個角度拍 很愛 沒有他大概是從這個角度 可以看到你那個 腹肌像山林一樣的棋子 那樣 冥冥不絕的山脈感覺 我想說有些要拍成山水空墨化的概念 有啦這個有台灣那個去裝香脈的感覺 喔這個我喜歡 燒手弄姿我喜歡 對 這裡也有沙發也可以燒手弄姿 欸你知道是我 誘導他就在擺嗎 不是他這個就是 整個跟沙發融為一體啊 剛好那裡有牆角啊 For you 其實我們還蠻敢的 所以很像角落生物 對 然後你所要撐刀 他現在還沒有玩 有差不多了嗎 對 有差不多啊 然後我就要找角度 然後把他的腳 摺住他的點 喔 對 好很棒謝謝 現場這樣 好啦我這張也蠻喜歡的 嗯 就是很多人泡澡的時候 會做的姿勢 對 我還有做一種類似 偷盔他的概念 你根本都在偷盔他啊 就是那種人家睡著 那一直在偷拍的概念 哥真的講對 我真的是無時無刻睡著 然後突然就被偷拍 你是有多能睡 有時候太累了 然後真的是 我都不知道有時候被拍了 我都不知道 欸 我覺得這本寫真 可以幫你開啟很多廣告的路欸 就是要拍一些什麼茶類的廣告啊 是不是很有 就是查理王這樣子 欸這些在身上的真的很美 我好喜歡這個綠喔 對對對 這是本來拍起來 就是這個顏色還是你有調整 他本來拍就是這麼綠 我覺得喜歡他的綠 你很喜歡中魚原味齁 對對對 欸這張蠻不上造型的欸 對 就他有一面是比較可愛 比較純真的裡面 比較年輕的概念 就把他拍下來 對 而且整套穿上 有穿衣服也蠻好看的啊 對啊 欸這是我也有穿衣服的 真的欸 好像都沒有穿了 其實還有好多逆境的都沒有放 因為道具人員強調說 這只是他原生 只有一本寫真 我想說就不要留著 僅此一本嗎 那為什麼不露點 沒有我忽然就大轉彎 沒有那時候是有拍拳箭的啊 然後我是OK 我想說 沒關係再私下把照片給我就好 欸這一張很好 這張不是雕像感 是畫作感 對 我懂 其實那個我真的做不出來 原本 這個腳背也要打比較直 他比較算是 比較柔媚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個也不是全然的放鬆 他看起來自在放鬆 可是要做蠻多的實力 腳背還有手臂等等的 請各位哥哥阿姨來 保護他之類的 為什麼這次寫真販售也都自己來 然後你還用自己的line當客服 喔 哎呦 哥真的是我有真的在 拜託 先謝謝哥 就是因為這一次嘛 我其實想說 一直以來想說 就是有很多支持我的朋友 然後我想要就是表達我的 謝意跟誠意 然後想說親自的回復謝謝他們 而且就是認識我的都知道 其實我所有的留言 本來都會回 就是一直以來 因為我一直有說過 就是我沒有把粉絲當我的粉絲 我都把他當我從沒見過的朋友 所以只要他們有留言 他們都知道我都會回復 你比我還暖心欸 我只會回復酸民而已 被攻擊的時候 就是 好的我也會回 那被攻擊的時候我會回很快 我都會回欸 我都會說謝謝 是哪裡有 比較需要多加改進 對對我會問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你比較謙遜啊 順便也跟大家說謝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才想說 那是我親自我本人的line 也是我私人的line 就是只要如果有人想買的話 都會回 對我都會回 然後 只是回的比較慢而已 對 因為一點開之後紀錄就會不見了 然後大家要記錄每一個要買的人的帳號 對 他就會慢一點回 不是他不理你們喔 對 謝謝哥你懂 就是因為真的訊息很多 然後我一直回我被罵 就是他們 你動態我有看 我真的是 對 我只能說這件事真的是不治之舉 可是就是相對可以看出他真的 很貼心很照顧所有的觀眾 真的是謝謝所有人 想要誠心的謝謝大家 好了 這麼精彩又有誠意的作品 你還不支持嗎 我們在影片的天文裡面 都會有詳細的購買的方式 還有 對 劉道選人LINE 自然的狀號 劉道選人LINE 好請大家一定要支持他們兩位的心血結晶 傳播第一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那你們不說拜拜是不是 拜拜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and share 我以為他竟然要叫他拖之類的 我到時候放照片就好啦 還是現在要拖 我們還在錄也還來得及啊 哈哈哈哈 最後花絮就是 道選人要拖一下是不是 換你家 剛才拖了 對 請款他拖 哈哈哈哈 時間沒有這麼多 我們半個小時的節目沒有這麼多 哈哈哈哈 15分鐘還快點 耶 有啦 很棒喔 謝謝劉道選 最後拖給我們看 那請大家記事起身 掰